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东方华为汽车电子网络学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YY教育 6734-7179房间 每天晚上现场直播的高级汽车电子技术培训 咱们呢 课前 我看咱们同学呢 有呢在这个群里聊天 看各位在群里聊天 聊啥呢 说这个电路的仿真软件不错 说这个版本的好 那个版本的好 用仿真软件去仿真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 为了加快他的这个研发速度 用仿真软件可以 就是把咱们这种电路输进去 然后让他仿真 让他运行 可以 一个初学者 不研究这个不现场制作 不亲自测试 用仿真软件代替学习 就像一个不会开车的人 开着游戏的游戏机 咱都知道游戏厅里面不是有游戏机吗 游戏机里面有开汽车这么个项目 说我驾驶是跟那个学的 在那里学的 我问你 到实际当中你能开车吗 你在游戏厅开的再好 到现实中你开不了车 所以说仿真软件那东西少用 现场的学员能明白老师说的意思 用仿真软件仿出来的东西 跟你现场做出来的东西量 它就是量码事 是不是 表面看着很简单 一个件两个件其实够你就够你研究一段时间的 所以说告诉你啊 不要走捷径 不要走捷径 你认为那是个捷径最省事的方式 实际那是最远的一条路 那么呢 咱们呢 给大家讲了这个通讯 通讯的话呢 咱们给大家讲了这个地处发系 用地处发系呢 做通讯 然后呢 咱们给大家讲了 K线和 另一线 另一线是如何操作的 咱们用一点时间先复习一下啊 一个二级管 电源正级 是12伏 这12伏呢 是走电火开关的啊 12伏是走电火开关的 经过二级管 经过电阻以后 经过二级管 经过电阻以后 然后呢 这点的电压呢 接近于12伏 但它不到 随后 经过一个三级管入地 然后极电机输出 三级管这是发射机 这是极电机 极电机输出 这就构成了咱们的 K线也好 另一线也好 就构成了咱们的输出线 随后呢 咱们这个模块 有了两个运放 对吧 有了两个运放 然后呢 与咱们的CPU TXD对接 TXD是啥呀 说K线和另一线 大铁是一样 为什么还有起名呢 中国人跟日本人 从外表上都闭着嘴的 那一站 你能瞅出谁是日本人吗 是一样 长得站着 皮肤也一样 颜色也一样 特别日本的小美女 吵着都一样的 你只要被张嘴说话 都一样 那哪儿不一样啊 协议不同 就是被张嘴说话 然后呢 咱们这个政级 是这样 这个位置呢 是运放的同向端 运放的反向端 这边呢 是接正 两个电阻分压 串联分压 在这建立一个基准电压 就像今天咱们讲的 说两个电阻串联 什么目的呀 为什么要点个电阻串联 在这建立一个分压 建立一个基准电压 咱们假设这个基准电压 是一幅 假设是一幅 那么这个时候 在静态下 TXD是高电瓶 是五幅 反向大于同向 输出为零 三机管不导通 输出为高电瓶 如果TXD从五幅 高电瓶降到零时 输出这条线是零幅的时候 同向大于反向 同向是一幅 反向是零幅 同向大于反向 输出为一 输出为一 推三机管导通 三机管对地导通 另线或者K线的输出口 输出从高电瓶12幅 也降到零幅 所以说这根线 它的波形 应该是零幅到12幅之间波动的 有人说 另线的电压应该是8幅 应该是9幅 应该是多少幅 记着 没有应该 为啥没有应该呢 因为万用表测得的 它是一个通讯的波形 是一个平均电压 你万用表测得的东西 它是平均值 是波动的 大概值 但是最准确的 最准确的 应该是用试波器 看它的方波 对吧 最准确是用试波器 如果说你个万用表测 说是8幅 说是7幅 说是9幅 那已经 那个东西是个大概值 是大估计 大概 不准确 那就是你输出是什么波形 这块就是什么波形 就是TID是什么波形 这个K线 这个K线就是什么波形 另线是什么波形 那数据往回回 怎么回啊 数据回是怎么回的 这样连上 这是反向端 这是同向端 静态 K线是12幅的时候 或另线12幅的时候 同向大于反向 12幅肯定大于1幅 输出为1 那输出也是高电平 当K线的电压 从12降到0的时候 反向大于同向 它输出也为0 也为0 也就是TXD如果发数据 RXD跟它同步产生数据 听懂没 如果TID发数据 RXD跟它同步产生数据 也就是说 咱们有K 有TID 有RXD 这三个 三个主 TXD呢 对发的波形 是这样的 K呢 输出的波形 就是这样的 它俩不同点 就是扶植不同 RXD会产生 跟TID一样的波形 它们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是这样的 它们三者之间对应关系 是这样的 这个是发送 如果数据往回回 什么意思 就是TID我不发数据 然后K线呢 有外面回传的数据 就在这个位置是回传的数据 就是我明明没有发送 但是呢 我K线在波动 我K线在波动 蓝色的 自己在那波动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的这条线 RXD 也会跟你产生 同步的波动 这一部分波形 是收到的 这部分就是收到的 这部分就是接收的 是别人发的 而前面这个是自己发的 这个是接收到的 明白吗 听没听到 听懂了 那说这个芯片 是个什么样的芯片呢 实际上啊 它就是个集成块 也有用分离元件搭的 也有的是一个集成块 就是这么个集成块 就这么个集成电路 这个集成电路 可能是什么电路呢 是电源芯片 老师讲这么多 为什么跟你讲这个呢 刚讲电源 怎么就讲这个呢 这根K线或者另线 它的接口 这不是接口电路吗 接口电路 坐在电源芯片里头 那集成在电源芯片里 就这些电路 你在电脑板上 你看不着 你只能看见一条线 往这个电源芯片来了 然后它输出两条线 这是奔CPU去的 这两条线呢 就是K线或者另线的TXD和RXD 明白了吗 也就是这个模块 内部会有两条线 芯片内部不是只能装传管吗 有些人说 你不是说装电阻吗 是不是 肠管 芯片内部的电阻 是这样做出来的 我记得讲内存的时候 跟你讲过吧 记不记得 我给你讲内存的时候讲过 芯片内部的电阻 它的确不能做出电阻的 但是它用场管做电阻 运放怎么做 运放里面本身就是一堆集成电路 本身就是一堆晶体网 运放里面本身就是PNG 说出来这根怎么判定是RXD 还是TXD 为K线加脉冲信号 为K线加脉冲信号 如果这个芯片是好的 RXD会同步产生脉冲信号 就是K线你人工 哪怕你人工在那滑 给那K线不停打铁断开 打铁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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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是人工给他接地断开 接地断开 这个位置都会跟你产生同步的脉冲 能产生同步脉冲的 就证明他接收这个部分电路是好的 听懂了吗 也就是说 这是CPU 这是那电源芯片或者某一个芯片 K线令线 K线令线好坏怎么判断 再听一遍 这是CPU 这个是K或者令的接口 K或者令接口 这个芯片是任意一个型号 X型号 你说那这个K必须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另必须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玩的 芯片多了 是个X型号 银角呢 X银角 就多少个角都有可能 最少八个角 最少八个角 型号不定 关角不定 但有一样是确定的 K线也好 另线也好 它有一条线 是信号线 这个型号的芯片 不管都有多少角 它一定有一个TXD 一定有一个RXD 这是不会变的 然后呢 你对这个引脚进行接地 断开接地断开 这一圈引脚里头 一定有一个角 会跟你产生同步的信号 也就是说 你K线 你手工 打铁 断开 打铁 断开 R这个角 其中一定会有一个角 跟你产生一样的脉冲 那么产生一样脉冲这个角 这叫RXD 这个芯片的接收功能 就是正常的 我讲的够清楚不 它不会烧电脑吧 你拿接码器也是打铁 你手工也是打铁 是吧 拿接码器 接码器里面 诊断仪里头是什么结构 诊断仪的接口 这个位置 也是一个上拉电阻 然后有一个三级管 给你接地 一样的 那你用手工接地 或者你用什么 那用一个 比如三五震荡 拿三五震荡 你给他 脉冲信号 给他刚刚刚刚 给他接地 或者你手工滑 给他接地 或者诊断仪访问 让他脉冲有信号 他一定会有一条线 会发出来 跟你同样的波形 这证明接收是好的 接收是好的 嘴巴是好的 那怎么怎么判断 嘴巴是好 这是耳朵 耳朵是没问题了 听是没问题了 说怎么能判断呢 那你就得用试波器 看这条线就电压了 用试波器看这条线 有没有脉冻信号出来 有没有脉冻信号出来 因为这个TID这个线 的确不好找 TID这个线不好找 R的好找 T不好找 因为他只有发数据 这个脉冲才有 如果不发数据 这块是没脉冲的 不跑数据有关 你们对这电路 让你们学电子 好好学电子吧 好不好 这个角接地 电压是不是零伏 同向小于反向 这是不是也出零 你断开又到12伏了 这块也是高电位 你就不停的接地 断开接地 断开 这个位置就会跟你产生一样的波形 说电脑吧 有电源和数据 就一定会发数据吗 不一定 人 睁着眼睛 有吃有喝的 思维都是肠 不一定张嘴说话 知道吗 说TXD端接地 K线不就有波形了 这样可以找上 可以 人工可以给TXD接地 但这风险太大 因为TXD不好找 因为那个 比如说这电源芯片 转圈都是银件 你给哪根先打铁 电源芯片转圈都是银件 你给哪根先打铁 你说说 你敢给哪根先打铁 我是不敢的 是不是 K线怎么找的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吗 我给你找啊 比如17C54的K线怎么找啊 打开 EDC17CV4454 打开 找电脑板的K线吗 不是 出来了 来吧 这转件现在卡住了啊 等一会 一会出来之后 我给你捋一捋 哪个是K线 等会出来的时候 给你找K线啊 你不K线 你不找不着吗 那我给你们找找啊 说什么时候发出去 要询问吗 K线 K线和令线最大的作用都是通讯 K主要用于诊断 令主要用于模块间的数据控制 令线是小模块之间的控制 怎么判断有数据 这上面有波形就有数据 没波形就没数据 还有啥问题 拿试波器看这根线 有波形就有数据 没波形就没数据 你看这个啊 这是电源芯片 17754电脑的电源芯片 我这块有张图 这张图呢 是咱们虚然给我的 这个就是人家电源芯片的 这就是电源芯片的 这就是电源芯片的啊 看好 这根线 这根啊 就是第一脚第一脚第二脚第三脚就是K令在电源芯片上的K令信号进入 啊 就这个脚就是K令的信号进入 然后 芯片内部有处理电路 处理完之后 RXD从这个角出去 TXD从这个角出去 看到没 跟我画的是不一样 这是个电源芯片 转圈都是角的 啊 这是个电源芯片 转圈都是角的 但只是K令只是其中一个功能 原来讨论 说 找K线找不着 翻吗 看线高低有了 这不K线吗 K5是9号角 就是K线 怎么确定芯片好坏 假如说你的K你的LIN不能通讯了 对吧 说电脑诊断诊断不了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这个问题是很多困扰你的电脑诊断不能进去了 怎么办 第一步 5伏 内部的5伏 3.3伏 内部的电源点正常 内部的电源点正常 随后呢 你的诊断仪连到K线上 你的诊断仪连K线上 或者你诊断仪不连 你人工把就是给他打铁 给K线打铁 然后顺着K线那根线找进哪个集成块了 这个集成块可以是任何一个集成块 进哪一个集成块了 集成块的周围引脚找 你人工发脉冲信号的时候 人工发脉冲信号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脚给你发同样的脉冲 如果这边发了这边没有这些银角转一圈都没有那这个东西就有毛病了 就这个芯片就有问题了 说我这边发信号了 那边怎么没有输出呢 没有给电脑啊 转圈一脚都没给呀 没给这不就有问题了吗 如果你要不愿意查的话 这个芯片就马上换一个 如果不愿意查 就直接就到这个芯片 直接就换掉 别管他什么型号的 只要是这个K 只要这K线进他了 不能诊断 马上把它换掉 你换他永远都没毛病 对换一个不行 再说 就一个型号吗 X型号 X引脚 这不是在电源里吗 有的是在电源里 有的是独立的芯片 你比如说人家那个另接口芯片是 TG-A 1020 找到你们的套件 你们套件里面有个TG-A1020 就是八角的 它是专门的另接口芯片 那么这个另线呢 说到这之后 它的通讯速率是20KB 20KB 20KB是什么型 是多高的速度 20K 20KB 就是另接口的速度 20KB就是2万 就是每秒钟2万个脉冲 是不是20K 就是最高20KB 每秒2万 那大家都知道 通讯速率 决定了数据传输量的多少 这是多少 最高202万 20KB 3000 120 つ получилось tenido 有的 虐誌 通讯的波特率决定了数据传送的速度 是不是啊 波特率越高 单位时间传送速率越快 数率越多呀 传送数据量 越多 k线呢 k线用于诊断 k lin 我给你写上吧 k lin 接口 电路 大体 相同 不同 不同的 是 通讯 协议 不同 通讯协议不同 k线 用于 整段 另件 用于 模块 控制 啊 用于模块 控制 k线也能通讯 也能作为通线线使用 如 防盗 和 与 发动机 电脑 通讯 通讯 用 就是 k线 传送 数据的 看还没写呢 我要往看走 你们老是抄钱 看看呗 然后 另一件最高通讯速率20kb 应该是最高通讯速率20kb 是 前面写完这个 嗯 前面写完赶紧的 嗯 让你们呢 好好学学电子 就你们问的问题 一瞅 就是电子不懂啊 就你们提的问题 一瞅 那就是外号 是吧 那电子一点都不懂啊 那电子一点都不懂啊 嗯 既然有看线了 为什么还要k线呢 那么既然有4G了 为什么还要有5G啊 咱们手机用的通讯不挺好吗 为什么还要用5G啊 5G出来干啥呀 整的乌院瘴气的这家打的 那 是不是 是不是 嗯 说为什么无人驾驶要用到5G呢 5G它最大的特点 它首先它传送速率快 那 传送速率快 传送速率快 那 你传送速度慢 说是 现在把这个车前面的影像 最后当前什么情况 比如说要往服务器传 你传送速率最拉慢的 等传到服务器里 等到做完处理之后 回来的时候车都创上了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电路啊 各位同学 这个电路呢 咱们实习套件里面有这个板子 咱们实习套件里有这个板子 啊 你找找 啊 找找这个电路 如果学无电子通缘呢 都有 啊 学无电子通缘都有 然后随后呢 咱们说看 那 回来又说看了 因为k线每秒钟通 另一线每秒钟通讯最高20kb 20kb 20kb就每秒钟传数据能传多少呢 最高传送2万个比特 2万个比特 2万个比特多少个字节呢 你看咱们通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位是停止位 然后八位是数据 一位是这个同步位 咱们讲过吧 记不记得 一个 首先是同步脉冲 在这呢 这没了 啊 在数据传送的时候 他怎么讲呢 首先是同步脉冲 然后是八位数据 对吧 对吧 八位数据 八比特的啊 一个字节的数据 随后一个停止位 对吧 对吧 加起来一共是十位吧 记不记得了 一个是同步 一位同步 八位数据 一位结束 他一共能传多少 就传送一个 是十个比特 啊 就等于十比特 对吧 十比特 那么呢 如果你是2万 出十 等于多少 2000 字节 就是每秒 就是一秒钟传送最多是2000个字节 就FF能传送2000个 就最多能传送2000个 是2000个也不少啊 一秒钟跑2000个FF啊 就2000也不少了 一秒一大眼高峰 2000个跑没了 啊 啊 啊 但这个速度呢 其实在店里头很慢了 啊 那你要看一下500K币呢 他如果传送速率达到500K币啥概念啊 或者一个兆币什么什么概念一秒钟 那数据传送量是不是就更大了 对不对 嗯 是不是在有些时候啊 有些时候你要求进行大量数据传送那时候 你速度慢了不行 跟不上啊 你速度慢了跟不上 哎 有人说我2000个每秒够用了 不够用 差远了 啊 知道吧 不够用差远了 那怎么办 来看怎么提速啊 怎么提速 首先咱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这是硬件问题啊 试破器快了 能采集到吗 可以采集到啊 试破器100兆呀 你看线通讯才1兆啊 最快 看着啊 在那边有个定义 叫电容 啊 什么叫电容定义呢 说我这块还有一条导线 上面一条导线下面一条导线 两条导线相互靠近 你想这个角一会接地一会断开 一会接地一会断开 这个导线周围是不是全是磁场 对吧 啊 全是磁场 那么你想 这个脉动的磁场 其他的导线上能不能感应到呢 肯定能感应到 那 就其他导线肯定能感应到 那 那么这个时候你速度慢了 这个感应量呢 相对来说比较小 如果你这块的脉动的速度如果够快 那 因为电容有一个特性吗 对吧 当你这根线速度过快的时候 另外一条导线就能感应到跟你一样的脉虫 而造成这条导线产生干扰 对吧 明白吗 就这条导线如果上面的信号线如果速度过快 这个信号会通过电容或者电感感应到另外一条导线上 让这条导线产生同样的信号 那么对外面就会产生干扰 这速度一快会对外产生干扰 那怎么办呢 咋办 怎么能减少对外的干扰呢 你得想法把这个磁场抵消 想办法把磁场抵消 抵消磁场的方式 这都是电学里面的基本定义啊 家电组能抵消磁场吗 我最早见过磁场抵消啊 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呢 最早我经历过的啊 就是咱们这个磁力开关 启动机的磁力开关什么结构 里面是两组线圈 一组接地 接地这个线圈叫啥呢 叫吸引线圈 叫保时线圈 然后另外一个线圈接哪呢 另外一个线圈呢 接启动机的 接电机的 这个线圈叫啥呢 叫牵引 牵引线圈 然后你这个正机一送上来以后 他的目的是给保时线圈送电 给牵引线圈送电 然后呢磁力开关吸核 那出点吸核 那出点吸核 有一回要我拆启动机 拆启动机呢 把这线圈打散了 打散之后又重新缠了一遍 在缠完之后啊 这启动机就不好用了 打启动就没反应了 拆下来独立式牵引好用 独立式保持也好用 但就是不管用 那 后来没招了 那坐那块就洗啊 那启动机翻过来掉过去的拆呀 就在那儿洗啊 后来弄明白了 咋的 线圈缠返了 什么叫线圈缠返了 这个线圈从这进 这样 注意啊 是这样进 这样出 这是一组线圈 另外一组线圈 我是这么缠的 我缠反了明白吧 嗯 他往之后的话呢 电大概大概的意思啊 大概意思电是啊 这是顺 这是顺时 啊 这是顺时人绕 逆时人绕 他俩都是这一个方向 啊 但是一个是顺绕 一个是逆绕的 顺绕跟逆绕会出现什么情况 顺绕的时候上面是N 下面是S 而这组线圈的话呢 这块是S 绕反之后这边是S 这边是N 两个急性相互抵消 是不是就没有磁力了 你独立是谁都是好的 但他俩在一块儿 吸引力就没了 那么在咱们这个220伏店里头 啊 在这个220伏店里头 其实双脚线啊 并不是看一线的专用 最早的220伏店里头 用的那种麻花线 家里面买的线 就包括现在买的线 不也是麻花线吗 对吧 你现在买的白线 没有那麻花线吗 肯定有啊 那麻花线是啥目的 电流进是从这个方向进 回是这么回 他俩拧一块儿 两个磁场是不是相互抵消了 对吧 进是一个磁场方向 回是一个磁场方向 他俩拧一块儿 磁场就没了 就对外没有任何干扰了 一进一回啊 磁场相互抵消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为什么有双脚线存在 双脚线目的是防止对外产生干扰 产生电磁干扰 两个方向的 电流 产生 两个方向的磁场 两个磁场相互抵消 所以 对外不能产生电磁干扰 双脚线的目的啊 是旺呢 为了防止对外产生电磁干扰 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的磁场 这是双脚线 没问题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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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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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继续啊 再继续 咱们这个通讯呢实际单根就是可以双向通讯的 说双脚线一般都是看吗 你们家网线也是双脚的 220幅的灯线也是双脚的 双脚线目的是防止对外产生干扰 不一定非得是看 就是防止它干扰别人 就是这个电流在流动的时候 他们俩相互拧在一块 这两条线相互拧一块 拧一块的好处 就是谁也别干扰谁 但是你不能说双脚线就是看线 那么你家的220灯也是看线呗 是不是 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工作的时候对外界不要产生干扰 明白吗 回头大夫现在解决啊 通讯明明这一根线就够了 实际上一根线就够了 但是速率过快对外产生干扰很大 这样不行 速率过快对外产生干扰过大不行 怎么办 这个电路要做改装 不是说这个电路不能走看数据 它可以走看数据 但是速度太快的话对外有干扰 没办法 这个接口电路要做改装 实际看线也是一根通讯线 但是它可以改了 改怎么改的 因为速度快 不能有干扰 咋改呢 其实看线它也是单根通讯 也是一根线 通讯线 只不过是一根线有干扰 所以说做了一下处理而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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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线的时候 哎呦 头皮都发麻 你知道 过敏 就对看这个词就过敏 什么终端意外电阻120欧 两个并联之后60欧 看高2.6 看低2.4 哎呀 听着这个闹心呢 你说就那点东西 还用网组讲吗 还用说吗 家里家外就那点东西 对 什么电压量完以后加起来是5V 哎呀 是这样 两个电阻一模一样的电阻串联 串联之后呢 中间建立了一个2.5V的分压 这个2.5V分压建立起来之后 通过上面这个电阻过来 这得到了一个2.5 这得到一个2.5 这两个2.5是怎么来的 是通过中间这个两个电阻串联来的 然后通过这往外分一个2.5V 这分一个2.5V 然后呢 这边 这边有两条线 这边有两条线 这两条线呢 这两条线就是你们所说的 CNN高 啊 这就是你说的CNN-D 嗯 万表表比接地 黑表比两根接看线 对地单向导通 表比翻过来不同 正常了 这里面是有电的 你要是带着电量 你得到的结果都是错的 嗯 像你们说说量看线 组织60欧 啊 前提是这个里面没有电 你量的是60欧 这里有电 你给我量个60欧 我看一下 我学学 你怎么给我量出来的 你抠电瓶线 拆它 然后再量 然后啊 这俩脚儿 这块加一个飞门 通过飞门 连到这个角上 这个角呢 就是TXD 看看 虽然俩线 是不是还是单根通讯呢 虽然俩线 还是单根通讯 对吧 这个跟上面是一样 现在这电路一样 唯独就是变成两根线了 有啥呀 RXD 然后来啊 RXD还得是有的 一个是同向端 一个是反向端 同向端 同向端 连上面 反向端 连下面 这条线接地 然后上来 这条线接地 RXD RXD 玩活儿 说老师呢 看一线一根线 你就不能工作了 谁说的 那就是一根线不能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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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二就出一 断一根线确实通讯不正常 是 嗯 那是说断一根线 通讯也正常的话 那接两根线干啥 接一根多好 省那根线呢 都得劲多爽 那就好了 也是 热一根线 2LED内部就是高电瓶 TLED、2LED、SD内部都是高电瓶 看一眼是单降对地导通 这种情况是不是别那么快造成的 正常不应该导通 正常不应该单降导通 但不排除里面加血流二级管 你们画吧 画完我告诉你 然后外围输出 这是内部 这是芯片内部 芯片外面 我再给你添点东西 在全面的添点东西 比如说 看滤波器 你们为什么让它断线运行呢 都已经知道它断了 就赶紧修上去完了 非要探讨就要发动机 没有机油到底能跑多远 干啥让它没机油跑都跑啊 是不是 你不觉得探讨这件事呢 凭啥让它没机油跑啊 就想做做破坏实验 看啥样 是不是 有毛病去修吧 像你们那种假设 老师没有假设 我没做过那个假设 我没做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感谢观看 接着画吧 看现在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 让你们把电子学好 比啥都强 不学电子 你就在外面你就转 你永远都是在外面 你像这个看线 107的 10717的 16的 看线还是进电源芯片 看线还是跑电源芯片里去 看线还是跑电子 这个只为讲课能明白 这个是真实的应用电路 把它圈起来就是八角芯片 把它圈起来就是八角芯片 这八角芯片呢 一正一副 看高看低 TID RFD 然后一个斜率控制 一个参考电压 没有 没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见两个小白的吗 白的四个爪的 这两个就叫看滤波器 里面是两个电感线圈 就是说这个电感线圈 然后呢 这个滤波器的前方 滤波器前方 你看这个位置 这是不是 这和这之间 两个滤波器的一块 有两个三条腿的件啊 这三条腿件是啥呀 这三条腿件是个什么东西 二极管 三极管 下次必须跟马老师学的啊 见三条腿 这三极管 他这个看线 他这个两根看线啊 进来的时候 经过这两个 经过这个件 嗯 经过这样的件 这里面呢 是两个纹压管 两个纹压管 这俩纹压管是啥意思呢 这样接 这种接法的目的是啊 如果有高压的话 如果这两条线 有高压的话 他是不是打穿了 是不是 这个是这么种接法 这个是这样一种接法 然后输出 这是看高 这是看低 这家看底下这个 这个来的更实在 这一条线 经过两个管 接地 这条线 经过两个管 接地 电压太高的时候 都是打穿了 是不是做过压保护啊 就是这个总线上 一旦有高压的时候 一旦有高压来 直接对地了 这是终端电阻 60.5欧 60.5欧 看滤波器 看他怎么工作的 这个电路呢 通讯实际只有一条线 为什么整两条线出来呢 看着啊 TID平时是高电瓶 如果出零 如果出零的时候 这个位置是 PNP管吧 出零的时候 它 导通 如果要是不出零时呢 咱先看啊 不出零时 两个电阻串联 在这建立了一个 2.5伏电压 2.5伏电压呢 通过上面电阻进去 这2.5 通过这个电阻过来 2.5 两头全是2.5 同向反向的运放 两端电压都一二 输出为解 为零 三级管不通 RXD为 高 TIDRID都为高 说这没有5伏 RXD内部带5伏的 TID内部也带5伏 内部带上拉的 或者3.3伏上拉 或者5伏上拉 那 因为运放的原因 你就是人为的 把这条线打铁 就是看第一条线打铁 让它同向大于反向 这有没有输出 我先问你这个事 如果人为的给看第一条线打铁 就反向端不停的打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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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RXD有没有信息出的 有 是有信息出的 谁说没有 没有 你找一个通讯芯片 你试试 有 因为他原理就已经决定了 它是有数据的 我问你单根能不能同学 你就这根线别动 你就这根线 你就打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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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一定有数据输出 同时 如果这根线2.5伏别动 你把这条线往5伏上碰 碰5伏5伏5伏 就是往正级上碰 同向一旦大于反向 是不是依然还是有输出 这个只要同向大于反向 它一定是有输出的 这是看新线一大特点 那 你看特点 就是看线单根是可以通讯的 但看你怎么接 单根可以通讯 那看你怎么接 说那为什么做两根线呢 目的是啥呀 看着啊 如果加零 三级管 导通 对吧 加零这三级管导通 正五伏 在这块的时候 正五伏下来 这点电压就会从2.5 撑 往上升一下 是吧 说看高能接地吗 看高是可以接地的 但接地没有信号出来 看低接地有信号出来 看高接地没有 这是正五伏 这个正五伏电压来了 这电压虽然达不到五伏 因为这个二级管达不到五伏 起来 起来的话 这个电是不是从这就出去了 这是出 电是这么个方向出 然后呢 因为这块是低的时候 这块是零的时候 飞门 这块是飞门 飞门就出一 一一呢 就会推着三级管导通 三级管导通 那么这点的电压呢 在2.5伏的基准下呢 就开始往下降 这样的话呢 这个电流呢 实际是往回走 那么一进一回 是不是相互抵消 一进一回 电流两个方向 是不是就抵消了 导线上 是不是就没有磁场了 导线上就不再有磁场了 所以说对外的干扰就没了 实际上看线 它也是单根通讯 明白吗 实际看线也是单根通讯 然后呢 同向升高 就是个看低下降 看高升高 两边压差一筹来 运放比腰处定压 它也跟着输出下降 说原理都是一样的 T发射 R回射 K令是一根线 K是两根线 两根线 它实际也是一根线 两根实际也是一根 飞门啥原理呀 飞门是这么个结构 这个运放必须精确 你们要是你们找一个 你们的套件里 有一个看接口芯片 叫TGRA1050 你把那芯片焊上 你们套件里面 有一个TGRA1050 这就是飞门 这是飞门的输入 这是出出 如果这边加零 这出一 如果这加一 这出零 TGRA1050 TGRA1050 这个芯片 八件的 你可以自己做的实验 或者你们找个板子 你人为的给这个看 第一大大铁 你试试看RSD 有没有数据的输出 一定有 一定有 明天呢 继续给大家讲 看这个芯片 你要是学课程 学到这个深度 如果你学课程 学到这个深度 外面啥看 看不明白啊 还用人说 什么电压高2.5 低2.5 然后什么这个 终端电阻60欧 用他们讲 才知道看线这么高深呢 要不说 我在网上看他们发那些东西 我都要吐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一听看 就头皮就发麻 就60欧 120欧 看高2.5以上 看低2.5以下 哎呦 我现在试过脑袋 脑头皮都发麻 都七讲了 行了 今天内容就这样啊 明天呢 咱们继续给大家讲 这个通讯 这个偏忽 weak 如果